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i 我是Handsome Liao 料帥 最近啊 这个拌面啊 非常有名啊 我去加尔府看啊 蒸拌面啊 去年排行榜第一名 超厉害的 也超贵的 四包多少钱 271块 你知道一包多少钱吗 超贵的 可是我看旁边啊 跟那边放在一起的拌面啊 这些默默无名的啊 无名啊 没有明星代言的啊 都超便宜的 你要知道呢 蒸拌面啊 假以食日啊 老肖啊 沾面啊 麻酸糖啊 这些面啊 都很贵 这些啊 什么 加热福啊 一时之选啊 蒸面糖啊 一包啊 都没有超过90块 里面有四小包 你知道一包不到20块 有多便宜啊 代表它单一包面体 90公克 还不到20块 超便宜 超划算的 根本是小吃之选啊 我们这次贫选了 加热福里面啊 需要煮过的哦 记住哦 拌面啊 它不是泡面 它不是用热水泡 它必须用热水煮过之后 才能吃的 我们称之为拌面 为什么便宜没有人买 贵的人买一堆 这就是人性的弱点啊 东西卖你太便宜啊 你还说 哇 这个有鬼啊 卖那么便宜 是不是不新鲜啊 有没有真材实料啊 一定要卖你贵一点啊 人就是贱 就觉得说 贵就是好 便宜呢 就是烂 就是不好 所以今天呢 我们来试试试看 吃面要配什么 配这个 气泡酒 这一支啊 365气泡酒哦 300卡迪拉 365天 Moscato 气泡酒 超棒的 现在呢 我们来试试看 加热福最便宜的招牌干面 它面条啊 是属于粗的 这种 炸酱里面啊 也不会有肉 就纯粹酱油啊 豆瓣酱啊 现在做调制的 它也不会有太多的味道 吃起来就清清淡淡的 然后很安全的一个干面 不過它很便宜啊 便宜的东西不到20块 可以接受啊 加热福 60分 安全排 下一个 一匙之选 成都麻辣的 这面啊 这面就比较厉害了 这面啊 有点像那种 QQ的这样子 宽版QQ的面 吃一下麻辣的口味 嗯 这面体啊 比较宽版 吃起来Q的口感啊 比较没那么重 比较宽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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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60分 吃一下 第一名的蒸拌面 看它蒸拌面啊 这个是啊 香辣豆捞一般的面体 属于细的面体 嗯啊 这个蒸拌面啊 这个面体啊 属于细面 但是它有厚度 吃起来非常Q耶 而且它的酱料啊 非常够味 给的很多 可以完整让整个面啊 粘裹上它的酱料 而且有辣 也很香 不过是卖第一名的 香气啊非常足 酱料味道啊 也很深厚 不错不错 这个有80分 接下来我们吃一下蒸面糖 它的面体啊 它跟一时之选面体差不多的 都是属于宽的 但是呢 它更宽 也是QQ的 不过啊 它的酱料包好像太少了 没有办法让每个面体啊 均匀裹上酱料 所以有些会白白的 有些味道比较深 吃看看 香辣风味 这个就有花椒味道 可是味道比较单薄一点 味道没有那么厚 不过呢 面条是真的还蛮好吃的 这个面条跟这个一时之选面条 长得是一样耶 一个是哥哥 一个是弟弟 这再怎么看就像是同一个工厂出来的 然后帮别人代工 然后贴上不同的标签 厉害哦 一时之选 跟蒸果成的蒸拌面 这两个都不错 虽然说蒸拌面贵了一点 不过是真的是蛮好吃的 但是啊 我在煮的过程当中啊 打开的包装啊 那面都散掉了 都拌了 到处都是很多碎面 这样不对 这品质啊还要再顾一下 架乐斧啊 一时之选啊 蒸面糖啊这些啊 一包啊 都不到20块钱 非常便宜 吃起来也很好吃 你可以另外再加荷包蛋啊 加青菜啊 煮起来就非常棒 不需要啊 一定要看到有明星带 才去吃 没有必要啦 自己喜欢最重要 不要跟风 手机料菜 很正要 下次见咯 拜拜